我种那个抽两种 其实阿花人可以的 真可以的 只不过就说的不好听点 如果换毒我是阿花 然后等于说一个月1000多万的流血 9个月一点多个亿 一个月就将近1000多万的 我如果低 一个月那样两个月那样 我也把持不住 我也会去做那样的事情 换到我们直播宴任何几个人 可能我们大家都会 我个人觉得大部分的人都不会说 因为那个利益太大了 他是不是逃税补税那一些 不是 不是不是 不是不是 根本不是 你就说个数 真正给去尿干你完事 对 我给你讲最主要的问题是啥 如果作为一个正常主播你假如说你一年大一个人的主播 一个月搞个百来万的 或者大几百万的 都还好的 但突然有一天你这个利益数额就是 可能你一个月赚了别人可能一辈子或者两辈子事情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会有人站出来他会发现这些问题 跟你一起玩的人 跟你一起玩的人 搞阿慌的人 其实说的报警点也是他自己直播间的人 那些真正跟他抽奖的那些人 估计要出道了 懂吗 有可能 你不相信再来再来两手试一下 懂吧 很多抽奖了没抽到的人 可能抽了五六千 或者抽了万八块钱 啥都没抽到的 这种人 上头了 就会告你 在一个你那个流水大家都查得到的那个时候 感谢我中队哥的一手 还有中队哥一手 还有中队哥一手 两手 就是不出啊 中队哥呀 好运气都没了 好运气啊 感谢我中队哥两手 嗯 然后 当你九个月 八个月七八个月干了一点多个一的时候 这个很多自己直播间里的 而且M哥就会盯着你 你们要知道 当时这个事情出了以后啊 在杭州落网的时候 这个前面 就参与人数啊 就是找到了将近三四千四五千人 六三门的就找到这些人 以前抽过奖的 做了笔录的 你是什么情况下在这里面抽 你抽中了没有 花了多少钱 这都有记录的 听着跟我意思吧 最后搞垮的其实就是他自己直播间里他哥的那些人 把他搞进去了 不是别人搞进去的 不是利益不均 哥的太闷了 这些人 豆鱼也有关系啊 这个事情我没办法在这边讲 等有机会 脱离了这个平台 我给你们讲一讲 你们就知道 我也知道这个事情的 豆鱼这边是什么样的情况 我也知道 等到时候我再给你们讲 现在讲不了 知道吧 知道吧 反正都于 所以 湖外的 18年以后上市了以后 还膨胀过的主播 基本上都没有一个好的 基本上都 下场不这么行 阿朗预测下还有几手 我不敢预测了 阿末哥你好好垫两手呗 我操 你老哈哈哈哈的 你垫两手不要太多 真的我不好意思 你那垫 连一手都没垫呢 你好好再垫 垫两手 不是垫两手 说不定你现在真的抽一手就出来 嗯 豆鱼平台的视频怎么着呢 我也不知道 反正我跟你讲哈 我们主播出什么事情 平台是他做不了干系的 上面也会发钱的 我不要跟你讲 就是比较特殊的 我跟你讲一个主播 所以你们就知道 花猪知道吧 大人首富啊 那傻逼 来到于两个月 第一个月自己打知名度 跟这个主播潮 跟那个主播潮 第二个月 它的流水是 二十几万吧 二十几万就到手就可能 我当时 我当时是听一个往前说的 就是专门管网络 主播这块的 就是趴在各个直播间里 该分的时候分的 它可以直接掐你信号的 就不用通过斗鱼 它掐掉了以后 再通知斗鱼 你底下的主播怎么样 怎么怎么样 然后当时花猪就是被上海的忘记 直接就给掐断了 掐断了以后 第二个月花猪 它流水是二十来万 自己刷了将近十五万 到手就是 自己刷了将近十三五万 因为打PK吧那个时候 然后平台 就我们素人刷了差不多十来万 它到手的话 可能将近有个十来万的钱 当时这个钱呢 就掐了信号以后 就是不让它直播了嘛 就是我们斗鱼啊 毛鸭啊 包括以前的这个熊猫那时候还在 全部掐掉 它就拨不了 当时这个钱就直接给冻结了 冻结了以后 平台是罚款五十万吧 我觉得好像是五十还是三十还是二十 反正是有罚款的 平台就是还要单独拿钱出来 罚款 你旗下有这样的主播 已经就是怎么说了 微贵了 然后平台也要发钱的 就每次你们看到有一些主播进去啊 或者怎么样怎么 平台也是要受处分的 怎么吧 因为你提下的主播嘛 你监管不严嘛 出现了一些这个不好的问题嘛 平台也要扣钱的 当时花猪粉就是这样的 自己自己给自己刷了礼物 营造那个气氛 刷了十来万 本来它第二个月应该就是薄本的 或者甚至还能小赚个一万两万 然后最后就啥都没 这么高 一百级的大哥 乌鸦一直都在 大哥你好 以前叫啥我不知道 大哥好大哥好 欢迎大哥 花猪这个事情 刚好我是刚刚有个朋友 有做我玩井的 就是他同事掐的 他们玩井也有群的 上海掐的 当这个事情出来以后 我是后面 三四个月半年不半年左右 我才知道这个事情 他说谁是谁给我 你们那里是不是有个主播 我刚好跟他吃饭 我我们卡掉的怎么怎么 我们当时群里面早就有通知了 那怎么样 有那种网上装富二代 然后混的 那个圈子到处借钱我 这个我是说不来兄弟们 欢迎乌鸦哥 欢迎乌鸦哥 这个乌鸦哥兄弟们 你们有认识的吗 我怎么一下子都门了 乌鸦哥以前看过直播吧 我跟你讲 网络这个东西它毕竟是虚拟的 有的是真大哥 有的是真有钱真大哥 有的呢 有点钱 想装大哥 有的是没有钱 他借钱装大哥 你听得懂我意思吧 什么样的人都在吧 有的装大哥的呢 他就很简单 可能我其实也并不是富二代 可能就很平常实际上有点钱 我在网络上刷箱 然后装个大哥喜欢那种 被捧的感觉 或者炮点你们主播啥的 有的呢 来上面装大哥呢 就很简单 我想在这个平台上捞点钱嘛 我造个人设嘛 先刷点吧 刷个万八蛋 都刷的有名气了 我自己在开直播回血嘛 是不是 季哥是大哥吗 季哥 我跟你讲一下 我榜上的大哥 你问到季哥 季哥我到现在 我没有见过他人 本人长什么样 我也不知道 我跟季哥 语音通话通过一次 就是在去年的在这个长沙 我当时找了个徒弟 给他做节目 那天啊 季哥来了 我跟他通过一次话 季哥 他跟我自己说啊 文字了解 他说他四十来岁 年纪稍微大一点 他是江西干州人 现在人在广东发展 请能刷的 给我刷了二十来个 我直播间里没有假大哥 不相信你们随便捶 你们觉得我这位哪个大哥 是假的 你给我随便捶 捶出来我给你们一百万 你觉得这个大哥是假的 是跟阿王的伙作伙伴 到后来要分钱的 你随便说一个 说出来我给你一百万 诚心话 鸡哥喜欢阿兰港湖外 不是 你错了 不是 鸡哥真正喜欢干嘛 他喜欢停格的 鸡哥应该是 以前很早就看我直播 他不怎么刷礼物的 他应该一直有关注 一直看我直播 他真正跟我刷是什么时候 我前年呢 我跟阿芬在那个云南的西双版纳 那时候礼物也比较少 只不见大哥也比较少 完了比较自闭 然后呢 他就进来点了一手冲锋实力 我记得很清楚 当时等级很低啊 就是十几左右吧 七八几 然后他就刷了 刷个飞机点了是五个 然后我唱完他就刷了三个还是五个 当天我还刷了可能就是一千三左右吧 再后来就 我在那边他就一直有刷 但是刷的不多 他从来不刷火箭啊什么的呢 哎 他把我烟也拿走了 烟也拿走了 这个傻皮 我他妈放的这个粉网 那个烟也分 被这个板拿走了 我操他妈 让我去买烟 然后 后来就 我离过年之前 后来我过年回家 结果一直在刷 我后来不是刚好去四川吗 西川版大后来出来被封了 光好节目没参加得了 然后就在四川被封 那段时间就给我刷了一万多百 每天我开直播他就刷一 一两千两三千 都刷三四千 然后就差不多可能刷了两三万 第二年我回回来 然后我就把那个车卖里边去海南做节目嘛 就去年吧 当时我就 吉哥来直播 我就给吉哥说了一句 我说哥我直播间没啥大哥 最近打完出去做节目 如果你有空的话多来看一看支持一下 他就说好 后来我就在海南 在海南那两个月 吉哥差不多给我刷了十六个 每天就在刷 每次刷都一万多一万多 每个星期都基本上都万元保啊 多的时候他妈将近两万块钱都保 刷的比较闷 吉哥反正就是我直播间里也没什么存在感的那种大哥 但是刷的反而就还挺多的 我总绑上面可能总绑第二还是第三吧 挺冷的 我到现在还没见过面呢 我也没请他喝过酒吃过饭 他微信让我跟他聊 他不怎么回应 他不怎么理我 有的时候直播节目效果做得好 他有的时候回来看 难过考虑换电车吗 不考虑 对电车没有什么好感 刚才那俩傻逼他他妈 连半包烟他都给我拿走了 把我充电宝还好给我还回来 这短命载操 当保安的操他妈 阿朗全国跑的 换傻电车 你们等我一下我去买包烟 我把手机放在这里 你们抓一下那个短命载 然后还可以跟他一战 被人家污垂 被人家走过去 见了 肝毒 我来说 我想的 好 人家 humid 在北阳 自己 人家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手机来啊,我会干大个段啊 我手机来啊 他把我腌顺走了,他把我冲电宝跟腌顺走了 腌我刚才没发现 冲电宝他给我缓回来,腌他给我顺走了 还咋的,被捡垃圾的捡了 臭他妈 他当保安的,他妈的手脚不好 人家放在猪肉上都不吃 手机位啊,手机位不怕,我怕我这让他捡走啊 捡走刚好五千,我先来块钱 抓抓了做他妈是半年三个月 啥都敢捡的 不怕他 季哥今年没来过,今年来过啊 今年过完年,季哥来了两三次吧 像季哥这种大哥,话也不多啊 他平时你们在什么眼看得出来,他不早说话的 也不喜欢搅拌面,就是真的单纯的刷,我说实话 可能就是以前老大哥了吧 话音底压压 就看了时间久了,真心话了兄弟 然后就,想刷的时候就刷点 就跟我现在那个黑粉哥一样的嘛 你黑粉哥以前也不打刷的 就是从去年开始吧 我礼物稍微少一点 他就出来刷,我反而大哥多了,礼物多了,黑粉哥他就不 我怎么消费的 反正是让我过度一样 黑粉哥其实也刷了蛮多的了 我跟你讲这刷点都上总绑了,我不骗你 基本上一个月 一两万呢 嘎哥嘛 嘎哥在在长山啊 嘎哥现在 他跟我讲今年反正 从去年就不得嘛好做了,嘎哥我们去年不是还在家里喝酒 我今年我看我前段时间 他他现在换小号的,他没玩 那个那个账号给金姐了 金姐天天在那个萝卜直播间玩 嘎哥,嘎哥现在没玩网络了 钱我看 钱 钱差不多一个星期多一点,嘎哥还在直播间里来 我刚好那天 在家里面喝酒 他说叫我去开TV 我没去呗 就是前一个星期多 嘎哥现在换了一个三十来几个账号 有给我刷个火箭 你们应该不知道 叫用户的 用户 8多少的 他说今年他也不好做 然后 他也在长山的 四小哥刚刚还来了呀 四小哥刚不还来了吗 四小哥在湖南 他也适应不好做了 他以前在北京 北京那边自己公司做的分身水起的 钱不钱的无所谓的 今年 过年之前他就跟我讲了 他说我可能最近 玩的少了 我说怎么了 他说公司不是特别好 他把公司处理掉了 处理掉了 回老家了 现在他相信 我不玩股票的 玩不懂 哪有钱玩股票 没有那个 没有那个能力啊 还他妈玩股票 玩个卵的 是吧 吃饱穿的就不错了 四小哥现在应该还在相信 四小哥的钱有用 他今年 兄弟吗 今年不是说 不是说 我们过得不好 有很多 我以前的这些老大哥 大家都知道 那些老大哥 都过得不是特别好 尤其家大业大的这种大哥 反而就过得越不好 那为什么 因为整个都比较萧条 你知道吧 疫情的时候还都要好一点 卡哥嘛 卡哥我前两天 刚好在他的抖音上 看了一下直播我进去 他本来要买那个到齐的吧 然后他那个本 那个叫什么 他开的是那个 八道嘛 他八道去年去 那个丽江 那边玩 然后把开到卢库狐狸去了 后来把车给吊起来了 他说抖音上还有视频 然后开回来 开回来 好了以后 后来卖掉了 我问他到齐买了没有 他上次跟我说没买 到齐也没买 真的今年是我认识的那些大哥们 没有以前调得那么好的 大家都在在一个刚刚开可能放开 大家跟我们跟我们不一样吧 对吧 钱都投出去了 该做该做的做该赚的赚了 没有像以前那么 就进了一斤刷点刷点刷点 彭哥今年也彭哥今年也没做 彭哥今年也一直在玩 天天钓鱼 前一段时间本来叫彭哥过来 说我们一起去 我带他去钓鱼直播吧 彭哥说自己也是闲着无聊 就没有以前钱挣得那么好 天天在家里玩呗 看看演唱会也还啥 今天确实是该说不说的 不好证不好证 钱不好证 真的不好证 不知道咱们几个家的大哥们怎么样 反正我知道的这些大哥们 今年相对来说都都在忙自己的事情 来的都少了 你像以前四养哥基本每天都来 现在今天晚上四养哥来了一下 他就撤了一下 我给四养哥打个电话 咱哥不方便啊 咱哥在备孕呢 咱哥今年生二胎 我刚好前一段时间备孕的时候 咱哥也在备孕 冰狼也结了 烟也结了 他说好想喝酒啊 怎么样怎么样 我那一段时间也喝不了 看下我螃蟹哥在干嘛 看下我螃蟹哥在干嘛 好久没见螃蟹哥 昨天晚上跟黄少哥聊了一会儿 行少哥 行少哥 没什么影响的 行少哥做的产业就 不管好不好都没什么影响 昨天他好像在会走 我俩还视频通了一下 聊了一会儿 看下是两个在干嘛 星巴克全是假装上班的人 还有假装上班的人吗 还不接我电话 假装上班的人是怎么假装了 不接 我跟你们讲你们信吗 中队哥现在每个星期给我刷他妈大几千四五千四五千的刷 我还真的没有中队哥的微信 我跟中队哥联系你知道在哪里联系我兄弟吗 我哪在抖音上联系 真的 我看中队哥应该也挺有实力的 中队哥应该开的是帕拉美拉还是什么 我看因为他抖音的头像 我看是保时捷的车嘛 我猜应该应该是帕美吧 上班了就去星巴克下班就回家 只能装还在上班 只要工作也得出去 不敢在家里待着 这样的 卧槽那你们会玩 我就不会 我可能天天没有上班的人 老哥今天还能过实习吗 中队哥在上海的 就在上海 蚊子好多 欢迎天空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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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海哪里我不知道 我跟中队哥私底下没怎么联系的 前一段时间他我抖音开直播 他跟我刷了几个跑车 后来我就知道他是中队哥 然后就联系上了嘛 然后就偶尔就那个抖音的那个 不是给你发消息吗 聊那么一半句的他聊的很少 蓝哥预算40买个什么车好 这个就他妈给我问的 40万左右 现在我 我两年前 20年的一段时间 关注的车比较多 因为自己要买 你看看你要买SUV啊 还是要买轿车 对吧 如果有40个的话 其实选择余地还是比较大的吧 可以考虑一下这个 在上一点 整个宝马 E300 对吧 想买雷克萨斯的ES 这个车怎么样 雷克萨斯40个 雷克萨斯的车也挺好的 那可以考虑乌尔沃 考虑乌尔沃 乌尔沃的车 品牌也够 档次也够 对吧 又低调 就看你人是怎么样 你如果说比较喜欢张扬一点的话 可能上BBA可能要 夸张一点 好一点 对吧 如果说人低调一点 想性能好一点 可以考虑 可以考虑这个 乌尔沃 乌尔沃这个车还是很屌的 主要是安全性能 这一方面 A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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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 如果40个现在买A6的话 也可以 也可以 但是 我如果说现在有40个的话 我可能不会再选择 A6 我可能会选择沃尔沃 因为沃尔沃这个车 如果说 你开长途多啊 或者是说 安全性能确实是要比 这个价位的差不多 要好一点 它可能层次也够吧 排面也够 各个方面 我反正对沃尔沃的车 现在还是比较喜欢的 嗯 我可能会选择沃尔沃 沃尔沃40来万的不就不就 差不多就那那那两三款车吗 对吧 都还可以啊 SUV就你就整SUV 沃尔沃的车也大气 看着也也也也比较漂亮 沃尔沃90很帅 在路上看到过 沃尔沃的车 他主要买沃尔沃的车 并不是说 在于他的外观 或者颜值啊 这些东西 而是他该有的都有 但是他比 别的同级别的车 他可能更强的一点 就是他的安全性 这个是不可否认的 目前来说 这些车的品牌里面 哇 我的安全性能确实要高 主动避让啊 这些功能 我虽然我那个车也有 我那个车 有的时候 他突然会给你来一脚 刹车 啥的 但是他没有 哇 我那么强大 哇 我真的很强大 有的时候 霧天 我看那个主要是 模型上刷的多了 下大霧的时候 啥都看不见了 然后突然有个人 他就直接给你避让了 卧槽 太屌了 我觉得才功能太强了 奥迪的车问题 是不是会很多 不会啊 不会 根本没有啊 哎呦 我跟你讲 很多时候奥迪 那个会漏机油啊 什么的 我现在行驶了6万公里吧 将近三年了 没有漏过油 对吧 我油耗才多少 我这个百公里油耗 长期的是才7.3的 我如果开高速的话 我才6点多 又省油 我加一箱 加一箱油 我那个65升的油箱吗 我能跑一千多公里 我从青海每年过年回家 从青海往福建开 2500多公里 我加两箱油 就够的 两箱都跑不完 真的 因为A6他 这个车还是可买的啊 他相对来说 比如说 比奔驰的这个 要便宜一个将近 3万左右 3万到5万 跟宝马的同级别的 就 1300啊 还有520 但是 整体的性能 还是相对来说 还可以的 真心化 什么奥迪的车露机油 啥的露个卵 哪露啊 我自己开的 我还不知道吗 根本就没有这么一回事 有的时候 你说有没有 那宝马的就没有露机油 或者奔驰 那一千辆车 一万辆车 他准那么有 有那么一两辆 只不过有的被夸大其辞了 那你如果买到了 那你不办 我自己开的嘛 我是个龙胎 我是个龙胎 我有一个龙胎我换掉了 去年刚好我去 就今年吧 对 今年过完年 在附近 刚好开着 开着车带他书 带香辣分的叔叔 我们一起去钓鱼 他妈 这么小一个坑开下去 然后他把那个 这个四龙定位 稍微有点便宜 他把龙胎内部 给吃了一点 龙胎 那就龙胎破了 然后我就 换了一条胎 到现在也没有其他的 就是好车的油费95加不起 不会啊 不会 我给你们说实话哈 你看哈 95的油 你像我以前的那个油耗 就更低了 我以前那个是1.6 1.6带L的发动机吧 1.6的那个发动机 我差不多高速5.7 5.8个油 平时也要达到7点多 8点多的油 就在市区里开 7.5 8点多 我现在这个是长期 我自己的车上 我自己看的嘛 我开高速多一点 7.3个油 7.2 7.3 7.2 7.4 长期 短期的话 高速的话 我也能开到5.8 5.8 6点多个油 6.5 就是6.5以下了高速 如果在市区里开 就稍微高一点 8点 8点多 8点多 就这样 综合下来还是比较省油的 还可以的 其实A6这个车 没有说大家想象中那么差劲 现在A6再一个做了 它也比较的就是年轻化了 以前A6 一说A6的话 给人感觉就是那种 观测的形象比较严重 以前像很多 包括现在也是政府里面用的 你像这个市长 这种的 基本上标配它都就是A4或者A6 市长 市委书记 这些标配 以前的话 基本上都是这样的 现在 它以前可能做的比较商务一点 现在更偏年轻人了 因为它从 就是从20款开始嘛 就已经改了 还是比较有科技感 看着也还可以 操纵性能也还好 开宝马的像包发富啊 宝马的车也很好吧 宝马520现在新出的那个前脸 它比较大 它是那个栗山的中网 然后我还比较喜欢呢 宝马以前 52 就是5系的这种的宝马 银 就是那个叫什么 就银色吧应该是 那一款卖的比较好吧 现在宝马的银色不好看 白色也不好看 黑色好黑色好看 现在它那个黑色的 那个中网 卧槽他妈脸很大 以前这个 两个格子就很比较小 现在做的很大 卧槽也很漂亮 然后里面 那肯定不用说的嘛 就鼻孔嘛 对吧 其实说实话 有条件的话 还是买奔驰吧 选奔驰翼吧 一级的车整体来说 我个人觉得比宝马要强一点 表底就还要比较强一点 强可强很多 我个人觉得 买奔驰 如果说你年轻人 可以买这个大标 买大标 如果说你稍微年纪 偏30多偏商务一点 买个利表 就看你自己怎么考虑 也就40来万 456万就拿下了现在 不贵的 网马X5 我这辈子追求啊 呃 其实说实话 他们说按中国的统计的话 能买到上 上了这个40万车 40万以上的车 30万往上的车 呃 中国是 大概是多少 百分之一啊 还是多少 我看那个网络上面 已经很不错了 你不要天天看看这些主播他妈动不动就看他妈 嗯 开超跑啊 对吧 几百万的超跑啊 开大机啊 你不能跟这些主播比 他这个收入群体不一样 他靠这个东西能赚钱 买个好一点的车 逼格一上去了 大哥们刷的多啥 是吧 最好有认识的老板人换下来的二手车 其实如果说有40来万的话 如果不介意二手车的话 其实可以买二手车 就是前提是 比如说有的人 买了这个宝马或者奔驰奥迪 这种BBA的这种品牌 然后呢 他的这个幸运记录你可以查得到的吧 没有这个圆版元期 车没有出过重大过程 没有出过出现过事故 然后就开了半年一个一年的这种的 首先他 你知道吗 光税啊兄弟嘛 我买的40万嘛 光税我就要将近三点多万 然后再加上牌照啊 这些杂七杂八的下来 反正就是他最起码给你 你40万的车 他最起码你33万左右就能买得到 他开个半年就能33万拿 还是比较划算的 但是很多往外卖的车要注意 就怕有的车 他不是说月供还不上去了 然后再往外卖 而是出了重大事故 或者是说出了一些事故 然后车泡水了这种的 要买到这种的话 他妈三十几万 那就他妈 我还不如多个几万买个送行去 好吧 二手是他唯一的就是这一点 如果你买到好一点的车呗 车况好一点的 确实没有出过这些问题的 那就直接省七八万了 真的省七八万 你像奥迪的车 你40万新车 40万出头 41万拿下来 你开个半年 没出任何事情 你月供还不上了 或者怎么样 你往外卖 33个多用 32,3,34,5 你就能拿得下来 最少少六七万 因为这个税你不用交了 光税你妈的将近交三四万块钱 再加上这了那了那了 这了 杂七杂八的下来 这些东西一出 然后你稍微折个价 你像40万的东西 折个一两万两三万 那很正常嘛 就跟你淘宝买个东西 你往咸鱼上 今天买的 明天就挂到咸鱼上面 你必须要打个8.8折 还是9折 还是7折 你就开始往外销了 就跟这个是有道理的 所以就看你自己了 如果有40万 我建议老铁 如果买新车的话 稍微加一点 买个奔驰翼 买个奔驰翼一级 如果说钱宽松的话 如果全 相对来说还是比较紧拔的 就是在40万 控制在40万以内 可以选择奥迪 或者是说乌尔沃的车 这个价位的车都已经很不错了 如果说对轿车跟SUV 没有特别大的要求的话 我个人觉得就是 你买个沃尔沃的SUV 沃尔操 妈的顶天了 沃尔 真他妈顶天了 因为你40出头的话 你买A6的话 你就只能买个盖板的 跟我一样的 我那个盖板 比盖板稍微强一点 加个电动尾 门跟后天窗 划不来 ES300 GTC GLC怎么样 GLC我看 我有个朋友 南昌的时候有个朋友 好像有一辆吧 还可以吧 还可以吧 毕竟上了那个层次吧 内饰我挺喜欢的 ES我看说提速慢 我跟你讲哈 就是大家对这个 我给大家讲几个道理 你看是不是这么道理 大家就说 我买这个车 它的速度比较慢 提速慢 百公里提速 可能七八秒 或者怎么样 怎么走 那我问你一个问题 你平时开车 你是你妈上跑道吗 三秒好啊 那电车好啊 你买个比亚迪的电车 那他们一踩他们就往前冲的哦 你平时开车 你没有必要考虑说 那个提速 它只要不是太肉了 对吧 这个东西 十秒以上 你都可以接受的 这个东西 百公里有百 就是一百米 它的提速 在我觉得在十秒以内 都是正常的 你又不是要 就要开这个车 要去打比赛的 对吧 你是自己家用的 你要非常的清楚 很多豪华车的功能 你其实都用不到的 百分之九十的 你都用不到的 你能用到的是什么 首先第一个问题 我们既然是机械 我们花了这个钱 四十多万 第一个就是安全问题 是你要考虑的 听到懂我意思吧 就同样的情况下 你开五十吗 你撞到一个 撞到一个电线杆 你可能买八万块钱的车 你撞到电线杆 你可能人可能就撞残疾了 你买个三十万四十万的车 你可能撞上去了以后 你可能就是小腿擦伤 所以贵的车 它并不是说体现的它里面的 这个音响有多好 内饰有多好 不是这样的 而是它的安全性能要高一点 懂吗 第一个买车一定考虑的第一点是什么 就是安全性的 接下来你才要考虑它的性能 比如说 这个舒适度 再接下来就是我们所谓的 这个 你的这个提速啊 包括这个高速的时候 比如说你看到一百六 这个车飘不飘啊 底盘稳不稳啊 悬挂呀 开始考虑这些东西了嘛 对吧 你说的不好听见 中国的高速最高开你们一百二的 都给你陷得死死的 对不对 很多的时候车这个东西 我们买三四十万四五十万 甚至更高的时候 很多都是一个面子过时而已 对不对 完全没有必要的呀 油耗也要考虑 油耗为什么要去考虑呢 但是你说你花三四十万买车的话 嗯 其实说的不好听点 一箱油 也就是 差不多 我贵也贵不到多少钱 贵个五六十块钱吧 啊 这油耗第一点的 对吧 也要考虑这个东西 嗯 因为毕竟可能 我们按正常老百姓来说 我们努力啊 买个四十万左右的车 三十万左右的车 我们可能这辈子就差不多了 啊 这可能就是已经到 啊 差不多了 可能再下一次换 都不知道啥时候换了 所以要考虑稍微深重一点而已 欢迎沈云阳大哥 二手速腾怎么样 速腾吗 你确定你要买个二手的速腾吗 二手的速腾要多少钱啊 啊 新车要 要二十来个 二十来个 你不是说的灰腾啊 是速腾啊 大众的车子就买就是了呗 大众的车也没有什么好挑剔的 啥都好啊 我不是准备换 十五个都要 大众的车我跟你说实话 你像老一啊 这种的 就是能当出租车开的这种车 啊 包括这个保来啊 这些的都很好的 真的 十来万 你看 你能把你送到老的 新轮都想得好的 发动机啊什么 都没有问题的 四大舰觉得没有问题的 你说内饰啊 可能相对来说 比国产的一些车 可能它内饰 没有做到那么前沿 对吧 嗯 但是还是 还是非常不错的 啊 我个人觉得 走 我来 大众大众的车挺屌的 欢迎来个话 等等 大众的车基本上没有弱车吧 它就是在相同价位 你跟不管是国内的 还是国外的比 基本上都是数一数二的 销量最好的车呗 你想嘛 能把它把这种车能整到整 整去开开这个出租车的车 它能差吗 差了他妈出租车的司机 它会选这个东西吗 他不会选的 对吧 只要是能跑出租车的车 你就很简单的第一个 它价格 它这个钱 能值这个价格 相同 相同产品里面 相同价格里面 它绝对是数一数二的 不然就不 不会有人去大量的去采购这个东西 去跑市场 对吧 看你每个人的需求买车 是吗 大家千万不要随大流说 我买车我就一定要去买个大众 或者是怎么样 看你自己喜欢 其实很多买车的时候 我不知道大家是怎么想的 我觉得买车很多是圆自己 这些年轻人 就是我可能 今年二十来岁或者三十岁出头 自己生活小有成就 我买这个车 并不是说为了买这个车 而是我为圆自己的一个门 也是对自己的这个 大几年 工作跟生活的一种肯定吧 所以很多年轻人 男孩子嘛 不像女孩子 都有一个这个汽车门 稍微自己 大学毕业了以后 出了社会 正一点 在工作岗位上辛苦 等从来一点 稍微有点实力了 就想圆自己的一个梦而已 所以就是你自己的第一印象 你不要听别人讲说 我觉得奥迪好 我为什么觉得奥迪好 因为我是他妈中规的奥迪车主 你听他讲他妈 那个大众宝来好 为啥 因为他开的就是宝来 他不可能说自己拥有的东西不好的 人就是这个共性的 所以你不要听那些网络上那些主播啊 那些博主啊 天天给你讲这个车好 那个车好的 这个以后 滚你妈了个屁 他都是有利益关系的 这是看你自己的第一印象的吧 你自己 就从小 你绝对 男孩子都心中都有一个这个东西的 等你有一天 拥有这个东西了 你就是在圆你自己的梦 实现自己的自我价值而已 不要去听别人的 就是这个车 即使它不值 市面上都很不好 但你就喜欢这一块 买它 听懂我的意思吗 就跟我当时买奥迪的时候 很多人就觉得 买这个烂车干什么 稍微加点买个亿嘛 加个两三万 我也可以买 但我对那些我没有什么感情啊 我没有什么爱好 我就喜欢奥迪啊 对不对 我我就不管别人啊 是不是啊 降价是必然的 其实等你有车了就真的 慢慢对这些东西可能就当了 欢迎我猪哥 欢迎猪哥 买车啥时候买便宜啊 过年的年过年的前面千万不要买车 那个时候就比较贵 买车一般 你要等到每年的这个 每年过完年了以后啊 这一段时间 你感觉它是很便宜的 其实它都不便宜 啊 为什么 刺激市场 他妈很多的 哎呦又种了一个 买两瓶种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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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年过完年的时候 给人感觉很便宜的 就各种炒作吧 其实他把原油的价格提上去了以后 在那个原油的机车 其实是一样的 一般买车你就是等到 到这个年中的时候 啊 7月8月 六七八九月 这个时候的车呢 相对来说走的就比较慢 啊 因为每年的快过年的这一段时间 很多我们这个年轻人 在外面摸爬拱打了以后 过年了以后就要把车开回家 啊 稍微手里有点积蓄 我们就回去做这样的事情 反正就是六七八九月份的车 相对来说就要比平常要便宜一点 啊 快过年就不要买 那个时候谁买载谁 在你 我更觉得吧 六七八九月份 五六七八九 可能都还好 刚过完年也不能买啊 刚过完年很多 很多店里面打的这种 就是为了拉 拉顾客嘛 各种优惠价 然后怎么怎么 其实它是把价格太高了 就算是做靴子 就现在买金 六七八九 我两辆车都是七月份买的 所以价格相对来说都还是被砍到差不多 其实我真正我那个奥迪 真正拿下来应该是三十九万左右 三十九万多一点 但是我有一万块钱的利息 这将近来到了四十亿不到 不然我就四十以内我就把它拿下来 现在奥迪也便宜啊 我是疫情的时候买的 妥妥的优惠了两万 我那个我当时买的时候也是 差不多优惠了 反正 落地就是四十来 如果没有按利息算三十九万多 就算很低了 也是优惠比较大的时候买的 买车干嘛呀兄弟们 真干嘛呀 我跟你说实话 如果说你对这个东西没有什么特别大的追求什么 不要买 你买个那种 国产的哈 就十万以内的车 最好用了 我不骗你骗你狗痒的 你这种 如果说你平时这个 喜欢这个油上玩水啊 买个哈佛H6 这种车 又大气又好看 性能又他妈好 开个三年把它卖掉 然后卖你还能卖四五万 卖个三四万 你就等一年一万块钱开车了 就跟打迪士一样的 还很爽 买电车不行的 电车我不了解啊 我就不说了 我上班用啊 郎哥 你上班用 你他妈多么多买几十万车干嘛呀 要装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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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装逼你买了车 你给我换本 你像我车你先拿去看 不用装逼 真不用买那么贵的兄弟 我跟你讲 这个东西他妈 你买一年 四十万买过来 一年你往外卖就三十三万了 就七万块钱就没了 在后面这个折旧就慢慢的少一点 第二年可能就是三十三十三十二 他都给 成型化了 第一年他妈罪亏了 因为那个税 你知道吧 那税就是三四万的税 再加上这个构 构杞巴 都光那些东西 他都要五万块钱 车没必要买呀 买这个车干嘛呀 还不是打迪士呢 如果说面子肯定是需要的 买车的 需要面子的 问过一年了 卖掉快七万 真心话 你如果四十万买的奥迪A6 新车 你不要一年 你半年以后还要买 最少要快六万到 就五万到七万 我骗你狗养的兄弟 那为啥包 因为你买的车 你当时交税 你就交了金 交了三万多 再砸起砸吧 那下来就将近五万块钱 这个就是 不是这个车的 本身的价值呢 这是你该交税啊 就是车传税啊 价值 反正这了那了 保险 保险很贵的 第一年一万多啊 一万五啊兄弟 我那个第一年 一万三 一万四嘛 一万三四加个 三万四的 那个车传税的话 这些五万块钱了 在你砸七砸八的车上 贴个这个东西 贴个那个东西啊 啊 什么导风玻璃上 贴个膜啊啥的 卡卡一整 那就六七万呢 这个你贴了 跟车位有价值的呀 对不对 第二年你往外出 你四十万买过来 那不就是他妈 三十三万左右吗 三十三三十四嘛 就是这么现实的 对不对 就是很正常的 真的我不骗你的 第二年可能就折的 稍微少一点了 一年一万块钱要折 一万两万就要折 是吧 你还前提是原版元器 啊 没有刮蹭 是吧 十几万买啥车 十几万那些车 选择余地太大了 买国产就完了吧 对不对 阿比亚迪的哈佛的 这些都可以啊 武林洪光他不好吗 兄弟 你买个他妈 买个那个五六万块钱 那个武林浓光 是吧 给他一改啊 买过来 买过来五五五万块钱 六万块钱 然后把那个后面的那个 座椅全部给他卸下来 卸下来了以后 装装两个那个真皮真皮沙发 装到中间 然后后面后排随便留一点 空间又七八大 对吧 家里面一家四口五口六口出去 旅游 开着又舒服 对吧 你开个两年三年 你别想这种车 你不要想你开一辈子 不现实兄弟 开个三五年 开个三年五年了 差不多了 到了五万公里 六万公里了 就往外抛 你买过来五六万块钱 你加个装 往上面改一下 改个改个两万 七八万块钱 你往外一卖 还能卖个两万三万 等于你一年就花个七八千 一万块钱 你不开心吗 我当时我那个小白车兄弟 我买过来八万多吗 八万块钱 我开了五年 我往外卖 我卖了三万 就是一年一万块钱吧 一万块钱还不到七八千块钱 我开了那个车 青海也去了 雪山也爬了 四千多的公里 四千多的海拔也去了 五千多的海拔 五千没到 四千五最高的时候 到雅口的时候 什么广东 湖南 哪个地方没到过 我哪个地方都到过 那车上面 钓鱼的时候 后来钓鱼 我直接后备箱 直接买一个这么大 那个 就塑料箱子 鱼钓了没办法 就装到那个车的后备箱里面 放给增氧泵 鱼拿回来 小鸡妈卖鱼 反正我他妈又不心疼 坏了就坏了 烂就烂了大不了 不要了嘛 你买个他妈 上了个二十万的车 你就要心疼了 啊 这里刮一下 你开车 我给你车它不是说你媳妇 别人碰不了动不了 那个东西你开出去了 难免刮刮蹭蹭的 懂吧 你稍微刮一下 你就心疼了 你像我奥迪 你随便碰一下 你如果去4S店里面 一千五万 就喷一面的 其实一千五万 随便蹭一下 你喷一下就一千 一千五百块钱 我一千五百块钱 我以前那个白色的车 我他妈说的不好天 我能喷十次起来 板金加喷金 没必要买太好的车区吗 我们前天我们有需要 没办法 我们就可以 知道吧 不是说 不是说老铁啊 买特斯拉就是智商税 买电车就是特商税 你错了 电车它的优点在哪里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你像我开车哈 我开的不算很多现在 我如果说真的出去做节目了 我一个月要加两次油 两次油多少钱 一个月光以油 就得花将近一千多块钱 一箱油五百五百来块 以前油费高的时候 将近要六百来块钱 这一千二 电车你知道吧 电车里面充一次电 它可以跑两三百公里的 就相当于是 你一百块钱能跑将近五六百公里 就相当于你一箱油了 听得懂我的意思吧 你本来要用五百块钱的 它很省的 如果说长期算下来 电车它是非常合适的 为什么像在这个 我们城市里面跑的一滴的 都是电车 原因就在这里 电车它是后期是非常节省的 但是 电车它有一个点不好 如果说我们自用的话 尽量的不要去选择 贵一点的 像特斯拉这种超了二十多万 三十多万的电车 我们就不去考虑 为什么 电车它整个的系统 它不在发动机上面 听得懂我意思吗 它在哪里 在电池上面 这个电池它是有寿命的 它不像发动机的 发动机你看那个抖音上看 那个印度那边的 还有我们巴基斯坦的这些老铁门 几百年 几千年的那个 几千年过分 就三个世纪的 二十年代 三十年代 四十年代 发动机柴油机 你把它拿开来洗一洗 有加上它照样喷着的 就跟这个意思 花一组电池很贵 一组电池最好大几万块钱 一般来说 他们买电车它也不会开太久的 就是开个两年三年 我跟你讲 城市里面跑第一次的 一般来说 它就是说 买了一辆新的电车 十三五万块钱 拿下来十五万块钱 拿下来 拿下来 他开个两年到三年 两年到三年呢 他把这个车的价格已经赚出来了 然后这个时候 他把这个车卖出去 卖出去车的这个钱 就是他赚的钱 懂了吧 这个车你不能说 你一直留着开 因为电池是有寿命的 大家都知道 你没有开过电动车 你还没有骑过 没有开过电车 骑过电动车吧 电动车大家都知道吧 那个电瓶用个三年 基本上都要花一组电池 一组电池就是一千块钱 顶得动我意思吧 电车它这个电瓶毕竟是 你想 无线的往里面 冲无线的往里面 往外面释放嘛 久了它就会老化的 油车它不一样 你像我们这个 发动机 汽油的发动机 三缸的 四缸的 五缸的 六缸的 这些 它已经做到顶级了 现在没有必要再花科研去 已经去搞这个东西了 已经就做得非常好了 发动机 这是趋势挡不住 电动车的趋势是在于哪里 第一个就是便宜嘛 还有一个就是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就是什么 环保上面抓得紧 现在国标抓得紧 就说的不好听点 我如果有柴油车能 进市区能开 危机能通过 我就宁愿买柴油车 柴油便宜呢 但是国家环保会抓 这个东西 所以这个国六排放 国五啊 国四它一直在往上升 有原因就在这里 怎么办 你懂我意思吧 如果你开长途的话 电车它还是目前来说达不到嘛 你比如说我们开电车 你像我从青海 我从青海每年往福建走 两千三百多公里 我两天啊 我就要到的 两天一个晚上 我就要到的晚上 我还要在武汉 我一般到武汉 过了西洋武汉的 到了湖北以后 第一个地方 我就下去睡一下 第二天我就开 我就要开到的 我一天我就不停的开了 我油车我就可以做得到 你电车你怎么做得到 还有我举个例子 你比如说新疆 青海西北这些地方 你电车 你牛逼 对吧 它海拔四千多 六月份还在下雪呢 你像这个青海的这个 你走109国到金西藏 你那电车 你平时在我们长沙呀南昌 你能跑两百多公里三百公里 你去那里他妈一百公里你都开不到 这里你还不能看暖气 一看暖气电跑就更快 他就没有什么 根本没什么用的 这个东西 就跟玩具一样的 原因就在这里 所以你说电带油 能不能完全去代替它 它是不可能完全去代替它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 火车大家都知道吧 我们国内的 现在大家做的这个动车 以及普通的火车 火车轨道上 我们小的时候 上面没有电线干的 它是加这个煤油嘛 然后走的火车 现在的火车 大部分的火车都是电 你给大家能感觉出来吧 但是你到了西北 你看一下 就是从上海发往青海悉尼 从新海悉尼 再发往拉萨的那辆火车 到了青海 你不管你是什么车 把车头全部换掉 换四节 这个机车头拉上去的 为什么 你电车你根本在干好白地区 你没用的 不是说你通了电车上去 你根本没有动力的 就是他妈油啊 两个拉两个推啊 这就包括现在这个 从青海到拉萨的这个火车 车头 如果有人去过就知道 前面两节后面两节嘛 两节推的两节拉的吧 这个车的这个发动机 国内到现在 我们中国到现在 还没有把它研制出来 我们也是选用的 老外的这个进口的发动机啊 为什么不去研究呢 因为没有特别大的必要 因为就只有这一段 研究的费用远远要大于这个郡门 进口过来买过来 他就不研究了 有这样的呀 对吧 自己有充电桩 设置十点后充 就知道多便宜了 电车是确实便宜 这个我知道 真你妈便宜 操你妈五十块钱 你妈跑他妈 就是五十块钱的电费啊 兄弟妈 一度电我们就按一块算 五十度电的话 那把充的薄薄的 二十五度电吧 一般就是二十度电 左右就能充爆吧 看你妈两三百公里啊 整你妈便宜啊 有你妈 你试一下操 干死你 从这安全引化啥的 这个加油也有安全引化 加油上还有老爆炸呢 是不是 都有的 这个咋你就不说 最主要的一个问题 电它不可能完全代替掉了油 代替不了这个东西 如果代替得了的话 那我跟你讲 中东的那些国家 沙特阿拉伯啊什么的 那基本上就要飞来 很多大型的机器跟设备 还是需要油来去代替的 只有我们生活中的日常代替 没有问题一点 这个就是科学发展吧 我说了你要是上下班真适合点 可以买电啊 你如果不像我这种 就是跑长途跑的多的话 真可以买电啊 你买下来以后省很多 省很多 真省很多 但是你不要想这个车 你能开个十年八年的不要想 开个三年五年换 所以就不要买太贵 买个十万以内的 十万左右的车 玩一玩 游乐一下 够了 就够了 买个小盆了啥的 你不要想你开很久啊 我们的这个叫什么 油车 我们可以十五年以上 十年以上 没有问题 电池你不要想的 十年以上 你不要想 三五年 你就要换了 因为接下来就很多的电机会老化 出现问题 你要换 然后电瓶一足也要换 这个时候就我们去换的话 还不是去买个新车 就跟这个也有意思 油车现在国家没有报废期限 99年 99年的意思是什么 只要你去开到这个 只要你开到这个当地的车管所 只要验车通过了 你就可以 油车是这样的 我们私用车 不是商用 如果私用的话 99年 换电池要钱吗 还是免费啊 肯定要钱的啊 我操 肯定要要要要钱的 换电池肯定要钱的 那一组电池很贵的老天 肯定要钱的 怎么可能给你免费的 就靠这个东西赚钱呢 其实油跟电这么算下来 其实也是差不多的 在一个电车 它有一个不好的电 我给你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 兄弟 如果说我们南方的一些地方 就这两年你看 包括河南 发洪水发的多 如果电车哈 一旦泡了水 基本上就是一辆废物 电车只要一泡水就是废物 因为电车靠电路板嘛 电路板大家都知道吗 电这个东西一进水就废了 油不一样的 油车它嘛 你适当的静点 它没什么大事的 它就是可能 开空调的这些电子元件啊 包括这个显示器 这个油表的显示啊 这些话可能会有问题 其他都没什么问题 这个就是问题 目前来说电车还不是特别的完善 主要是个电池啊 电池续航能力不是特别强 如果续航能力 如果能像油车一样的充一次电 我们能跑到500公里以上的话 我也会考虑电车 现在的我们的电 你夏天你要开空调 冬天你要开暖气 这个是我们 为什么去买车 就是想让我们的生活过得好 而不是说我他妈买了个电车 冬天它的续航公里 只有100来公里 150170 我空调我舍不得开 我自己他妈住在车上面 我穿着羽绒服 戴着帽子戴着手套在那里开 我就忍很累 对吧 或者说我到夏天了 外面热得跟狗一样的 操你吗 人家游客都打空调了 我空调不打开 我把窗户打开 天窗打开 我主打潇洒 那他妈买车是为了享受啊 对不对享受生活 让生活质量提高 它就降低了呀 这个东西 成为累累了 目前电车的公里数就是基本上在 呃 标的都在200公里以上啊 他们 但是基本上 冬天跟夏天你开空调的情况下 这是没办法 吃个人都要开 人受不了在车里面 因为密闭的空间里面 人都受不了 然后就 能跑到个150 500 200 已经算很厉害了 这个200公里的话 它就有一个限制 如果说你在城市里 上下车 上下班 带个布 可以的 没问题啊 但是你他妈回趟老家 他妈要你命呢 我操 如果油价能稳定的话 还是希望开油车 油车相对来说 它可能发展了这么多少年嘛 对吧 稳定性要稍微强一点 但是油的价格 稳定 应该是稳定不了 当今的局势你看得出来吗 我们现在还是非常舒服的 坐在这里跟你们聊天 老哥 吵牛逼 那很多地方还在炮火连天呢 还在打仗呢 对不对 最无解的就是两桶油 还连年亏损 你说中国石化跟中国石油是吧 这个问题不是你跟我考虑的问题 好吧 钱到了该到的人的地方的口袋里 我有到你跟我的手上就是阿姨 可是油的价格本上来说它是不是特别高的 用输成本这个他油的价格的高低 不光是国际油价的高低 而是每个市场 那我们只能说用市场这两个词句的 性质不一样而已 原油的价格其实很很低的 国际油价其实跟我们国内的油价不挂靠的 我们不一样的我们性质不一样 明白吧 因为车这个东西 油这个东西的高低 它就体向了一个 我们所有的东西 你不管是吃喝住行 尤其现在这个数字化信息的这个时代 电子化 然后很多东西我们开始快递啊 网络都是要去用车来去运输的 如果这个东西降太低的利润成本就下来了 所以我跟你 就懂 懂的人他就 听到懂大概是什么意思 不懂的人他就不懂 就而已 相对来说我们的油价要比外面要高一点 包括我们的车船税 进口的车船税也要高一点 所以你买国内的国产车 国家有扶持的这种车的系列 然后这个车船税就会降很多 其实你享受的是一样的 跟进口车 现在国内的车做的很好了 真的 很好了 很好 你该要的他都有 甚至有些这个进口的车 或者是说跟中国合资的这些车 还没有国产车做的好 就是对国产车还是需要一个 需要一些时间来慢慢的去沉淀吧 你像很多老外就卡车 大家应该知道吧 然后你像这个 印度啊 包括就我们这附近的这些国家 都是用过我们中国的国产的这个卡车 能力就强 卧槽 我因为我最近在母亲上关注了一个 视频博主号 就是爬坡的那种 老解放啊 啥的爬坡 卧槽那国产车干干的 卧槽那老东风的发动机 那么黑烟一冒 天不怕地不怕的 反而那个奔驰的一些啊 甚至一些宝马的那些退潮的 因为我说的是那些比较落后的啊 就我们旁边的一些周边的国家 根本就爬不上去 真的 蓝哥听说三十岁以后人会怕死 你有这种想法我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活到三十岁了 人就会有意思的 就是不管你是 呃 圣贤啊或者是非常有能力啊 或者不能力 人总有一天走会走到生命的终点嘛 就是谁都我们脱离不了的苦海嘛 对吧 所以这个早去跟晚去 其实性质是一样的 就未必我们生活在的这个世界 它一定就是 嗯 叫什么 极乐世界或者是 比较享受的世界 也有可能 才是炼狱啊 对不对 因为我们 现在活到三十岁了 被这个生活中的这些 啊 人情世故啊 或者是啊 这了那了的这些东西牵绊了以后 你慢慢也感觉得出来 所以人间才是炼狱啊 才是真正的十八层地狱 他让你锻炼 让你吃苦 让你这个 失去这个亲人啊 然后心里面难过慢慢的成长 未必你你可能走到神秘的终点了 你可能就真的就就舒服了 反而在另外那个世界可能你或者 活到就很潇洒 对吧 这个东西就有点玄学了 那到底从不存在这个东西我们也不知道 只能这么讲吗 三十岁怕不怕死 我就说了嘛 不怕死啊 难道你就是说你你你不会死吗 都会死啊 生命总会走向终点嘛 就早去跟晚去而已嘛 对不对 我一点都不好死 我一点都不好死 但是还是想多活几年 因为现在吃的饱穿的呢 我觉得还是目前的社会情况下 还是比较好的吧 因为我小的时候 我九一年出生的 我小的时候我受过那种吃不饱的苦 或者说吃不好的苦 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 我小的时候 大家应该知道西北啊 我们西北很大的一部分的地方是种不出来 粮食的 什么叫粮食啊 小麦 玉米 土豆 然后这个 麦子 大米 这些就是成为主食的碳乳化合物 就是西北是很多地方种不出来的 我们青海只有我们我家那一块海东这一块地方 它能种出来小麦水果这些的蔬菜 在上面就是属然是草原了 它长不出来 我小的时候我就是 给大家应该怎么讲的 就是这个小麦 你知道吧 我们那里种不出水稻 小麦 我们家每年可能就是一亩多一点的地 一亩地呢 年产量以前不低嘛 不高嘛 就可能打个十五六袋子粮食 就是大概就是一千 一千五六百斤或者是两千斤的粮食 两千斤的粮食要雇我爸我妈我妹妹我们四个人吃 因为以前我爷爷不跟我们住一起嘛 我爷爷家就稍微低多一点 有个四五母 因为我姑啊我叔的低多 对吗 然后呢 我小的时候我就记得 我很小可能就是四五岁的时候 我影响非常的模糊 就是我爸会去我外婆家里面去拉粮食 因为我外婆家里面就家里面有个饭馆 他有一点这个就是他已经做生意了 有个饭馆他就钱有的赚 完了以后家里地也比较多 我就三个就 然后地就比较多 完了以后就经常会去他们家里拉 或者是去我们厕所里买面去 就把这个一袋子粮食买过来 然后磨成面 所以我家小的时候我就吃过面粉的他有这个金面粉跟二道面 第一道呢就是我们这个把麦子放的那个磨面机里面磨磨磨磨磨 出来的第一头面是白色就比较白 完了以后剩下的那个就是麦子上面他不是有那个皮吗 皮是黄色大家知道吧 然后把这个皮收起来了以后 然后再磨第二遍 然后他再从这个就是碾压了以后这个皮跟一些面粉 合起来的这个面呢就比较黑 看着就像二道面就说稍微有点黑 我小的时候这个吃二道面的时候 因为他不是金面粉吗 你吃到这个嗓子里的时候 就有一点刮嗓子 我小的时候吃过二面干拌的 就是把这个面粉摸出来的 我小的时候吃到这个吃这个东西吃到胖 我这个我小的时候没有蔬菜吃 我们进来那边还没有蔬菜大盆啊 这些流行起来 夏天的时候我们能有吃到萝卜芹菜啊 这各种蔬菜 你要冬天就是家里面这么大的那个钢 一米高 然后就把这个大白菜啊 就全部给他压在钢里面 等到天气一冷了 就从钢里面每天 按面条下到锅里面 然后把那个酸菜捞起来 然后把萝卜也是这么盐起来 切点萝卜丝 切点酸菜丝 这么旧的面条吃 小的时候这个生活 我因为我过过这种日子 相对来说西北那边还是比较苦的 啊 还有一个就是土豆多 我们经常那边土豆多 能种土豆 然后我 你像我都初中的时候 早上起来我妈 我就记得很清楚 我妈就拿那个摆开水啊 就给一个这么大大锅吧 锅里面就把水烧开了以后 把这个土豆擦成丝 放到锅里面 给它 过一下 捞出来 放点香油 啊 就这么吃 中午呢 我妈就给我炒个土豆片 家里面这个猪啊 我们那边 因为天气不是特别热 把那个猪肉就 腌起来 也是腌起来 就切成这么大的块 一块就可能一斤啊 半斤左右 然后又放到这么大 坛子里面盖住 然后那个肉就 盐巴放的特别多 比较咸 就切那么几片猪肉 拿土豆炒一下 炒个土豆片 反正就是青海那边 甘肃啊 很多应该不是说 我在这里故意这么说 我们新北确实是 以前在我这个 因为我九一年呢 可能九十年代 就是九五九六九七九八九九 甚至二零年 零三年以前 我们都是这样的一个生活状态 就是吃这些长大的 包括甘肃更多了 那就 所以我觉得现在的社会 还是比上以前来讲 还是很好的 所以想多活几年 而已 你们也可能 可能没有吃过这种苦吧 就是吃 连饭都吃不上 这种 我记得我就 我小时候家里面金城 就是可能面就快没了 然后就是我爸呀什么的 可能就跑到邻居家里面 你们家面先借我两袋 有的家里面帝多嘛 你等我来年这个 粮食下来了 我再打了面 我给你送两袋面回来 就是这种的 包括我家 那个时候我 我外公家 他那个 有那个嘛 有饭馆嘛 卖猪肉的 这个猪油啊 我家里面是天天能吃得到 炒菜我妈就放猪油 所以我小的时候 对这个猪油啊 吃到就是有点怕了 他 因为猪油它有一点味道嘛 是吧 你可需求吧 经济 计划经济量票的时代 你经历过没有 有 老铁 别再闹那些批课了 现在的社会远比以前 绝对好的都好 听见了 听见了 没见了 我个人觉得 咱的远比以前过着 12点了吗 怪不得听见了 好多了吧 粮票经济 那个年代 那就更穷了嘛 对不对 现在的社会难道比 粮票经济 那个年代好吗 现在最起码的 吃饭这一块 我觉得问题不大吧 我这在讲 现在肯定要比以前 要好很多呀 对不对 我小的时候已经 你应该是没有粮票了 但是有上粮 那时候农业还要交税 这个我是有值的 我的粮票我倒还真没用 花一年花一下 我爸他们就经历 我没经历 我小时候交粮食税 是 我爷爷家那时候地多 那个也交了 可能就没几年 后来就没交了 就换成钱吗 还是 我家里面粮食每年打好了以后 就 推荐那时候没有拖拉机啊 要架子车 然后就十几袋子 交到我们 刚好我村里面就有个粮站 交到那个粮站去 到那个粮站了以后 然后收粮员就按金称 你家里面比如说几亩地 你就要按那个换算的比例 你要去交多少斤的粮食 这个我是有值的 我不知道粮票这个 我知道有粮票这么一回事啊 就以前的这个油啊 包括酒啊 这些都是需要去我们去 你 你有钱买不到吗 你只需要粮票吗 对吧 然后去 有粮票有钱啊 分配经济吗 那个时候 合作社的时候都是实在吗 不是小能经济吗 那个时候是分配经济吗 再后面就改掉了呀 阿尔朗上一辈人 没跟你说过 扛过枪过下过箱的事情 我知道啊 我知道啊 我清海那边以前蛮移之地啊 我清海那边下乡的人就比较少啊 下乡的很少啊 一般那边都是发配过来的 自古以来都是西北嘛 蛮移之地啊 少数民族交融的地方 然后我们那边不靠农业的 靠畜牧野啊 就放牧 然后以前放牧的话 其实西北那边都是地主 知道吧 我家我家那边都有地主 嗯 你像我外 我外公的妈妈 我那个外太太 他们家好像我 我听我妈简就是个地主吧 然后我我我自己的亲 我家里面自己的亲太太 我生了下来 40天我那个太太就没有家了 然后她家里好像也是山上的一个 也是个地主啊 地主就是反正就是我家里面地很多 占领下来了 然后你冲上的这些 哎呦我操好黑啊 平民老百姓嘛 你就得到他家打工啊 完了以后再怎么样了 我拿烟票给我老爸买过烟 我没有用过什么烟票啊 没有用过 但我家里以前有粮票 家里有那个什么二粮啊 反正这种粮票我见过 我以前见过 那时候分开经济嘛 合作社嘛 就这样的 后面就改了呀 这个每个地方还不一样呢 对以前 以前地主的话就是成分不大 然后要被要被批斗啊 要被批斗啊 我 我太爷爷 我太爷爷就是我爷爷的爸爸吧 我爷爷的爸爸我没见过啊 我但是我爷爷的爸爸的老婆 就是我太太 我有见过的 我是生下来四十年他们 我那个就是等于说我太爷吧 我太爷还是挺有实力的 我听我爸他们讲 就是我们家以前 就是我们充实整个狼家存亡 就信狼的人居多 外星人来这边基本上 也就是跟以前打工的人一样的 然后就以前有这个磨坊 还有油坊 那就是类似于这种的 就是 就是村里面你其他的人去我家摸面啊 或者去炸油 都是去我家炸 怎么样怎么怎么 我听说是啊 然后完了以后后来 现在我就也是可能有一点这种批斗这种嫌疑吧 所以我太爷爷可能去的就比较早 我们做你的我们姓郎 那应该以前就是那块地可能是就是清政府可能去划分给我家的 我家里面还体系还挺大的来训 你像我爷爷这一辈的 我爷爷这一辈可能有十几个爷爷吧 现在就剩下我们家里面去年我大爷去掉 我我爷走掉 我现在我三爷在 我还有个四爷 我我家里面现在可能剩四个爷爷吧 就爷爷这一辈的 就是我们家辈父也没有乱 然后就是自古以来一直留下来 从明朝一直留下来 然后有个家母家伙这么厚 然后基本上反正就是 我现在爷爷这一辈 我老家那边就差不多剩个四五倍 刚好前一段时间 我回家跟我那个三爷还聊了一下这个 我说爷爷爷这一辈的没有多少个 但是奶奶这一辈的还挺 姓郎百家姓里有这个姓 那百家姓里没有这个姓 我他妈怎么叫郎永成吗 那郎郎 郎平 那我不算啥大人名人 郎平你总知道不 国家排球运动员的教练 郎郎你总知道不 郎achi 姓郎的差不多分布在东北 东北辽宁有块地方 那个应该也那个家族应该也挺大吧 然后还有一部分在四川 我也在往上查过这个东西 郎氏家族还可以吧 可能现在人口在三四百万左右吧 我在抖音上我也有查过这个 然后我们青海的话 甘肃就离我家那边 那个海石湾那边 有一批 然后我家里有一批 还有上面 就是我们这个乐独有一批 还有上面门远还是黄远 也有一批新郎 那个都主上都是一家人的 就是兄弟几个三五个 逃荒了或者是逃灾逃难了 跑过来了 你在这个地方占住坑了 你在这个地方生活发展 然后散枝散叶了 然后我就到上面一个县城了 以前都是这样的嘛 以前没有是做生意啊什么 都是靠种田种地的嘛 就慢慢慢慢的发展起来 阿郎难不成你还是前朝望族啊 我不是前朝望族 我们姓郎的这一辈 如果说真的给你去算的话 我现在丢和我姓郎 这里 这里算是哪里说去 就真的有个口吗 好好谢谢啊 狼酒是你们家的吗 不是 四川那边的狼酒 四川那边的狼家 我们是应该是 相对来说我们姓郎的人比较少 应该算是本家 应该算是本家 但是姓郎的这个 你说真正的第一个姓郎的人 从哪里来 我到现在我也喜欢查这些东西 我也没查到 我们姓郎的我家那边 我如果说按我现在了解的这个传统习俗啊 我个人感觉的话 我们姓郎的应该是在明朝的时候搬到清海的 其他这个四川的 你包括这个我们东北有一部分姓郎的 这个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过去的哈 我跟你讲为什么说我们清海这个姓郎的这个东西啊 是从明朝过去的 就是大家都知道 朱元璋这个打了天下以后呢 他传为皇帝的时候 他第二是皇帝 他没有传给他的儿子 他传给了他的孙子建文帝 建文帝呢 身性相对来说比较的怒辱 然后呢 被他的叔叔就是朱棣永乐大帝 然后呢 从南京 就是当时还北京不是首都吗 南京是首都 就杀回去了 杀回去了以后 杀到南京了以后呢 当时正赶上这个元宵节的时候 为了这个让建文帝逃出去呢 这个当时的这个 因为你想朱棣啊 他是燕王嘛 就是北京这边 就是燕京北京嘛 他是朱棣嘛 燕王 他从这边杀过来了以后 他应该就是把以前皇帝这个部下的 包括清城啊 这些东西都要杀的 这个是自古以来都是这样的 然后当时呢 就刚好是振奔元宵节的时候 当时就把这个建文帝啊 脸上可能抹着黑黑的 或者装一个傻子一样的 然后被这些 他的那些亲属给 就送到这个西北去了 然后我清海那边 我如果说按照现在的这个 历史书上记载的这些东西啊 包括我自己的推算 我清海的那些生活习俗来讲 应该是这么个问题 为什么呢 我清海现在我清海老家 就我们冲 狼家冲里面 每年过了这个 过年啊 从正月初始开始 就开始什么 闹元宵 闹元宵的时候 我们里面 他有一个人 是叫哑巴的 那哑巴脸会 就是涂得黑黑的 头上戴个破草帽 草帽反着戴 然后把这个羊皮挂着 就反着羊毛挂在外面 然后腿跟脚 他不说话 然后他就是神威最大的一个 这个人其实就是扮演的 在历史角色里扮演的 就是朱元璋的 这个孙子建文帝嘛 如果按这个历史来推敲的话 我家那边应该就是 清海的很多可能 一些大部分 演社会设系的 这一大部分的人 很多都是 当时在一个永乐大地 杀到这个南京的时候 南京整个城里的这些 以前的这个 就是建文帝的这些亲属 都往西北去移 然后因为逃嘛 以前的西北这些地方 我们清海这些地方 可能就是蛮夷 就是游牧民族比较多的地方 然后逃到这些地方了以后 再去散植落叶 慢慢慢慢的 所以他一直保留下的 这个传统观念 所以我也不知道 为什么清海 你看我们南方 为什么没有社会呢 只有西北啊 甘肃啊这些地方 然后有社会 并且只有西北 这个就是甘肃跟清海的 一些相连接的这些地方 他才会有装这些哑巴 还有这个 就是我们那边叫刮儿子嘛 然后就是脸上抹得黑黑的 羊皮反着船不说话 按这个能 都能衔接得上 很多的这个 就是我们老一辈流传下来的 这些东西 他并不是说 把这个东西 就是闹原先觉得 我们这样做 它是有一定的原因的 一定是有一些历史的典故啊 然后我们去为了去记住它 你就到我这一代 你像明朝的话 到现在将近差不多六七百年 将近七八百年了 他还能流传到我们这一代了 他肯定就是一代一代一代这么流传 只不过很多东西大家都不去讲了 不去说了 你稍微花点心思去 去弄吧 他不就是弄个情况吗 在一个像我们 青海的这个谢家 还有这个姓郎的 然后这个县制里面 也是这么写的 我们是来自于南京竹子巷人 具体什么原因来到南京 从南京竹子巷 然后搬迁到这个青海西北 这个地方 他就没有写 那我们为什么会是南京竹子巷人呢 南京竹子巷在明朝这个时代 大概是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呢 对吧 我们为什么会从南京迁徙到西北 这种鸟不拉属的地方 他就肯定是有原因的 要么就是发背 最有效的证据就是建文帝的会议 可能我们不是皇族啊 有可能是 这个 对吧 不是明朝发射 明朝这个大家懂历史的应该都知道 就是朱元璋打天下来以后 他传位没有传给他儿子 传给他孙子 因为太子死得早 他就传给他孙子了 传给孙子建文帝了以后 建文帝当时稳固不了 被燕王朱棣 涌了大帝给直接打下来 打下来以后 建文帝当场是没有抓到的 然后是逃跑了 当时就是这么逃跑走的 所以青海很多一些地方 耍社会的应该有流传下来的 这大几百年的 基本上都应该是从南京那边过来的 就是耍社会 耍就是其实就是在 近难之一吧 就是在纪念这个东西 很多对西北的这个社会不了解 然后就觉得 西北的社会 就是纽阳格 其实完全不一样 很多东西 这个它既然有 莫名其妙的 就是这个地方有别的地方没有 它肯定是有一定的原因 你一定要去追溯的话 查一下历史 其实就能查得到 我们青海的这个社会 应该就是这样 装瓜子 然后这个撞哑巴 那个就是建文帝 我们村里面也是 每年都会演这个东西 它就是光位最大的 整个社会对它就是最大 为什么 它其实就是装到皇帝 朱棣灭了他侄子 朱连三族 估计有你祖辈 我祖辈应该不会吧 我们应该是 相对来说是什么样 我们姓郎的这种的 然后其实建文帝 他当时逃跑的这个路线 有一部分的 在这个史书上讲是 有流落到海外的 有说这个是类似于跑到这个 可能坐船跑了 因为当时从南京这边 跑出去了以后 就靠海边就可能跑走了 还有一步就是说 当时因为追得太近了 因为直接杀到南京城了 朱棣 杀了以后呢 就是太监了 包括这些亲属 得到消息都往边上跑 然后就实在没地方 就跑到这个西北 这个地方一直追嘛 追到这个西北的 这个地方的时候 就想着你也成不了 什么特别大的气候了 就放过你 欢迎我中那个 欢迎我中那个 然后就这么放过了 然后所以才能 在这个西北 到了这个青海 就已经就是游牧民族了 那点害怕又不好 不适合人居住嘛 就是说基本上你都活不了 这就没管了 然后慢慢慢慢地就散之路 也就这么落下来 然后作为西北那边的人呢 他可能就是主上意识 就对这个东西 因为毕竟是金康支持嘛 然后也就不会去怎么聊 但是他会用另外一种的方式去禁言他 所以我们那边每年过年 元宵节 装那个哑巴 就是不说话 他就是整个社会最大的 他说了算的 所以就应该是装的就是换的 我个人就是这么认为 以我了解的这些知识啊 或者这些文化 在刚好推敲的 狼哥还没回去 灯都按了 还有一口 还有一口啊 还有一口啊 整个一个 星期一啊 狼哥晚上好 聊天闹嗑呢 兄弟们人头凑一下 我整个给我送半卡了 感谢我整个一个的三手 三手三手 三个 兄弟们还差一个人头啊 差一个人头 过个二行 过个一行 过个一行 兄弟们有人头凑一手 差一个人头 差一个人头 欢迎颜值已到巅峰大哥 欢迎大哥 差一个人头 一毛钱的人头 来一个来一个来一个 也不跟你们要礼物 卡卡就是聊 卡卡就是闹 就是人头给老弟凑一手 不然真的聊不下 就会有点 实话 大概就是这样的 其实南京很多 信息的什么 他们的家 家的族仆 跟我们的有点像的 往上面 都是说是来自于南京 哪里哪里哪里 南京他妈的 就不就是他妈 祝元将的孙子 永乐大帝 打的南京 我的族仆基 我们家的族仆 也就是在明朝 在后面就明清 都有 感谢老铁 感谢老铁 感谢老铁的人头 让我完成了一心挑战 所以我家的辈分没有乱 一直 这个这一点 我还是比较认可的 你们应该知道 那个朗宏淳吧 清朝你那边有打仗吗 有啊 清朝当时 年根瑶大家都知道 年根瑶为了统一西北 西北在这个清朝的时候 他有就是喇嘛教 对吗 啊 就是当成佛教 在那边统治 当时年根瑶杀到我们 清海西北这些地方的时候 杀了很多的这个 喇嘛 所以现在 喇嘛 叫我们那边 真月十六 会有一场这种 类似于这种 纪念的仪式 上面会捏一个 死人脑瓜 那就是年根瑶 然后就 每年都有 这个我都觉得 感谢我装的一个 又来五十五小画家 感谢钟那个 感谢钟那个 清朝我们那边 已经是 清海一个 一小部分已经被统一了 清海的 你像这个海 海西啊 海南啊 这些地方 以前是属于这个土伯鄂尔 就是藏 藏区的 属于这个 就是跟西藏有点像的 因为藏族嘛 那边都是 有牧民族 我家这一块是属于汉族 强族这一代 但是话又说回来 兄弟们 清海这个地方 据我所知 它的文化传承 就是两河流域嘛 黄河流域 这一只 就是一直流传到中国 到现在 它还是比较早的 我家那边有发现 这个 三千年 四千年以上的 就是 我们知道的 也有夏商周嘛 对吧 就是夏朝的这个东西都 就是 文物发展出来都很少嘛 就知道有这么个东西存在 它没有留很多的东西 但是我家那边有啊 我家那边 就是有石器时代的 陶器时代的 齐家文化 这个卢家文化 以及有马场文化 这种的 半山文化这种的 它已经就是 如果追查的话 就可能到五千年以前 我家那边就 有人在那里生活 包括我家那边的后山上面 以前 我小的时候 那边就是经常会挖出那种 陶罐 还有石斧 就石器时代 他还没有练铁啊 这些练出来 有石斧 我家里现在都还有啊 我家里面有这种 就是用石头 就是那种黑色的黑钥匙 磨的那种 那都是三千年 网上的文化 就比夏商周还要早一点 古董啊 我家里有啊 我给直播里也展现过 因为我爸好这一刻 我爸喜欢文玩这一块 我家那边采陶 就是有一个日本的 一个什么赞助的一个 就在我家镇上面 我家整个镇 就我家那边有个黄水河 古代的人啊 生活的很简单的 哪里有水 就在河的两边 就会生活的 我家那边河道的边上 就从我们镇开始 整个往下 这个山上面 全是埋的 就是那种石器时代的人 陶器时代 石器时代 里面就是那种陶罐嘛 这么大 那个陶罐 我家里还有啊 现在也有 以前我爷爷 我听我爷爷讲 文化大革命的时候 不知道啊 就把这个土 铲平了 给它做成耕地嘛 做成耕地的时候 这个时候就 把那个陶罐 就说分建迷信嘛 全部打烂 后来慢慢慢慢的 就那个 我小的时候 经常去山上玩 我都捡得到 这么大陶罐呀 上面有花盆 然后我 我家那边镇上面 柳安博物馆 专门讲这个石器时代的人 他应该就是在 四千年以上吧 四千年左右的这个历史 这比中原文化还要早 找人看一下 值多少钱 那个东西 从事量比较大 不咋值钱 我家的石斧 石斧 还有这个 以前的这个 这么大的一个线图 我以前不知道 也是用石头磨的圆圈 中间有个洞 我现在把这个东西 做直播啊 然后慢慢就懂了 这个东西是干什么的 是 以前这个生活的 我以前 一直以为 它那个东西是碾线的 其实不是 那个是 就是以前这个 钻木取火 知道吧兄弟吗 钻木取火 然后他把这个木工上面放了石头以后 加重了以后 他这么拉的时候 更容易生火而已 我家里这个东西很多 我家里就有 我以前我一直 我听我爸他们讲 他说这个是碾线的 以前这个 这个树皮啊 用来碾麻什么的 我现在我就觉得 这个根本不是嘛 它就是他妈 钻木取火的嘛 包括我家的石斧 我爸去山上剪的 石头的 磨得很光 它有分立的这边一面 石斧都有 等下一次我会切好了 带你们看吧 真有啊 不是开玩笑的 来说你们 我家那边农村家里面 就我家那个附近 应该相对来说 古代的人居住的比较多 我家那个 我小的时候 那个山上面 哎呀 那掏出来的东西太多了 碾线的小 我家那个石石头这么大嘛 这么大一个圆头嘛 中间一个洞嘛 有白色的 就是白色的石头 中间掏空 那就是石器时代的产物 你倒走的吗 你们那边 没什么大梦 西北吗 我们青海 知道都来吗 都来你们知道九层腰塔吗 就在我们青海 我不是倒走的 而是我 平时生活中 有知道这些东西 我西北的文化 比较喜欢 研究这些东西 对吗 我们回家了 回去呢 回家 垃圾丢一下 回家再给你们吹牛逼 吃过牛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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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家了 继续跟你们吹 给你们讲故事 其实我家那点还是比较适合人居住的 就以现在也看来的话 回家了 你那边人少 倒都没人知道 这个东西犯法的 我爷爷这一辈 那个时候就是 人多力量大的时候 练铁练钢的时候 我去把这个农耕地 把山地变成农耕地的时候 就去掏 掏了以后 我家那边那个后山上面 你随便一掏就是一车的 我听我爷爷讲全部砸碎 全部把它砸成稀巴烂 砸成稀巴烂了以后 丢在那里 都是这样的 感谢中队哥 感谢中队哥的三手小滑家 感谢中队哥大气 真的 我也给我讲过很多这种的 拿架子车放在那个坑里面 然后一倒 那个挖个孔 那罐子全部出来 然后就把它填掉 往低的地方填 现在都是文物了 啊 啊 2 1 2 2 3 2 4 4 4 8 9 9 10 9 9 好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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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安哥现在对哪方面感兴趣 说实话 我目前来说我个人感觉的话 今年就没有什么特别感兴趣的事情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连我以前最喜欢的钓鱼 我也不喜欢的 包括你说玩吉他 音乐 早就不行 没有什么特别大戴好 人就是这样子 其实过了可能那种 十七八九三二十来岁的那个年纪 很多东西都提不起精神来 活着只不过是 就是说相对来说 想让自己过得舒服一点而已 你像我以前你想 那时候我记得我南昌 那时候在读大学吧 那时候应该是 不是中国好生意 快乐男生 我从南昌买了一张火车票 绿皮的 坐了八个小时的车 到了杭州 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到 我在开直播 完了以后呢 完了以后干什么 去参加这个 宽展 然后现在楼底下 就是中国好生意的海选 我想 我去我都不想去 以前就想去啊 就有了自己 能改变一些什么 或者是想 自己觉得能出人头地 慢慢慢慢的 年纪也上来了 你就把这些东西看得 看淡了 我没有藏起来 我不知道放哪里了 看懂了吗 在哪里 阿芬在家不穿衣服的 他从来不穿衣服的 都是小可爱了 化妆盒里 没有 放进去 你放着化妆盒里干嘛 你放着化妆盒里干嘛 给我 我自己调的 很棒棒 开了已经 几几年参加了 我也忘记了 反正参加过 中国红柯会我也参加过 现在就根本不会对这些东西 感兴趣 然后去参加 放屁的车站的 都你妈骗人的 就这么个意思吧 以前呗 刚出社会 或者还没出社会 到有幻想 觉得自己 这个应该怎么说 就参加一下怎么样 拿阿郎会怀念的 我会 会 南昌应该是我第二故乡吧 我在湖南待了一年 湖南没有留住我的心 我不知道为什么 我一人就会觉得湖南的很多地方 我去外面吃的 我觉得很贵 就包括今天晚上 我也可以在旁边烧烤饭又多 随便找个烧烤饭喝 但是我就不会去 为什么 我觉得太贵了 可能我今天晚上就这么吃 这么给你们喝一下 可能一百多 再一个最主要的问题 可能是我现在直播不赚钱了 南昌 它本身也消费消费的第一点 生活消费 南昌我还是 尤其最近经常会刷到一些视频吧 说南昌 这两天早上 我早上起来比较早 五点半六点就起来 南昌最近在这个国际龙舟比赛 然后洪国南区啊 包括 这个安逸啊 我的横角 然后那些香港的什么的 甚至一些国外的韩国的 他们跑来 大的感觉 我我对这个地方没有特别大的感情 我在南昌那十几年 我就整个南昌 我开着车我不用打号 我就知道这个是哪条路 这个是什么地方 这里有什么好吃的 或者是有什么 我都都了解 真的 是南昌是一个比较好的城市吧 我也蛮喜欢的 就即使我现在已经离开两年了 我依然 如果有机会 我还是想回去南昌看一看 我也觉得很奇怪 感觉南哥还是会去南昌待一段时间 你怎么知道 你怎么知道 我还是会回去的 真的 就走了一圈 虽然在南昌的时候 感觉自己啥也不是 但走了一圈 突然发现 在南昌那一段时间 才是最好的 才是人生 我可能这个三十几年生活中 最幸福的那一段时间 因为我在南昌自己 就说的吧 你改变了一下自己的命运吧 从一个吃饱吃不饱穿不饿 变成吃得饱穿不饿 是那个南昌那个城市富裕我的 然后在那个南昌那个地方 快乐也比较多 建议着自己喜欢的东西 然后爱好 然后找到了自己这个余生的另一半 而且包括小舅妈 也是在那个城市认识 然后一直走到一起 其实我心里面有这个想法的 其实我有点想回去南昌了 就是人有的时候 就是你要走一走看一看 除去他山 就有一句话 有一句诗词怎么写的 除去乌山不是云的 你走过那些地方 看过那些地方 你突然再回过头来 以前你嘴中的那些各种的不好 或者说那些小毛病 你发现我有那个才是最好的 南昌唯一不好的可能就是 南昌人比相对来说 我个人感觉 个人观点 稍微有点排外吧 南昌的包容性没有那么强 没有长沙那么强 长沙它有它的优点 那是我在长沙 我找不到我 我存在的意义跟价值 在南昌我还是能找得到一点 然后我又会 南昌话我待了十年 我听得懂 所有的南昌话都听得懂 我只是不会讲 偶尔也能讲那么一般 觉得难尝 我只是不会讲 觉得难尝吧 小沙发这个屁声音有点大 楼下都听到了 还有放屁这样放的 我曾 你都听到了是吧 夏沙发在家里面太释放了 长沙和南昌都呆了 为什么不考虑一下湖北武汉 不考虑 这位置都不会考虑 不喜欢 你想听为什么吧 想听为什么不喜欢湖北吗 武汉 第一个是 它发展的确实好 我对于武汉的印象 我武汉去其实去的不少 我武汉去的很多 次数也特别多 因为以前我们的斗鱼啊 公会公司就在武汉嘛 我 当时第一次签约我就去湖北 然后再后来在武汉 我做节目啊什么也待过很长的一段时间 印象不好 武汉就人多 什么都多 他妈又挤 吃的我又不习惯 又不好吃 一点都没有感情 武汉我都不考虑的 就给我钱 给我十万块钱 叫我去那里 我都不会去 我说十万 给我钱 叫我去我都不会去 我怕你们笑话来 在湖北待不惯 在一个湖北人又精脑子又好 没有发展的机会 就我挺喜欢南昌的吧 北上广 那这更不用说了 兄弟我连湖北武汉我都 整不明白的城市 我去了北京啊 去了上海啊 这种地方 广州 白天就在宾馆里睡觉的 晚上出去吃个饭 就仅此而已 我一点都找不到 我在这种城市里待着的意义是干什么 那北京也做节目啊 他也去了很多次啊 包括上海啊 关照 都去关 就是 找不到 可能 我不喜欢可能生活 其实我更喜欢乡中生活 说实话 我在农村里 我到哪里的农村 我都带着习惯的 到大城市我待不了 欢迎我猪哥 欢迎我猪哥 杭州 杭州还是不错的 杭州我去过 杭州给我的感觉就类似于长沙一样的 感谢我猪哥的抽奖 感谢猪哥 感谢猪哥 猪哥大写 谢谢猪哥的小画家 感谢猪哥 星期一啊 大家那个有人头的凑一凑 有条件的稍微上一场啊 支持一下蓝地 杭州还是不错的 我还是挺喜欢的 因为杭州我给人的感觉 还是他 反正就说不来 跟长沙有点像 就是 武汉我不喜欢 一点都不喜欢 我感觉太累了 我去上海就更不习惯了 我就感觉 卧槽 找个吃的地方都找不到 有那种感觉 上海搞不来 感谢我猪哥 感谢我猪哥的这个 这个叫啥呢 脏粉荧光棒啊 谢谢猪哥